太子想不到自己因了李世民那么多回没把他撂倒 被捶得鼻青脸肿的李世民一反击就要了自己的亲命 太子的旧部庆州都督杨文干突然谋反 铁样的事实摆在眼前李源展示了铁样的帝王面孔 他火速召见李世民让李世民立即去评判 被老爹这一拍李世民晃荡的有点晕 他带着满腔的热情就火速奔赴前线 和他经历的无数战事相比 镇压杨文干难度实在不算大 但对他的意义却不大一样 均无细言 在皇帝老爹的许诺下李世民表面平静 实际上早已新潮澎湃热血沸腾 这是他离胜利最近的一次 得胜回朝就可以当太子 老爹一崩就可以当皇上 大唐是他的 天下也是他的 想想都有点小激动 可就在李世民处于有历史基石 事情却发生了逆转 囚禁在仁治宫的太子被废就在眼前 但他的战友为所发育的李源吉 在关键时刻找到了李源 爸爸爸爸你听我说 太子勾结杨文干 和谋造反太奇葩 问题究竟出在哪 万恶之源是盔甲 这事肯定不简单 引擎又多一点大 二哥早想当太子 出手实在太狠了 太子秘密运盔甲 哪有自己人搞发 不合逻辑没道理 老爹你要去调查 再说杨文干谋反 太子更是要抓瞎 老爹你得细琢磨 密室跟杨文干说了啥 我想肯定吓唬他 说太子被抓皇上活大 杨文干肯定很害怕 不想造反也反了 他一造反不打紧 大哥整得很尴尬 可大哥何必去造反 他的脑子又不傻 原本已经是太子 天下早晚都归他 安安静静等接班 造反代价实在大呀 这老李源一听 感觉是这么回事 更何况杨文干一案 从一开始 他就觉得破绽太多 只是因为事发突然 他也不得不果断出手 如今看来 太子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这种时候 太子可爱的后妈们 再跪到李源面前 一哭二闹三上吊 李源的心就软下了 于是呢 危在旦夕的太子 被李源放了出来 但经过这件事 他也看得清楚 太子和秦王的争斗 已经远比他想象的严重的多 每当家里的矛盾解决不了时 他总喜欢找老基友陪三聊聊 但问题是 这陪三暗地里也是太子党啊 他当然会有意无意地 帮太子反击了 拿杨文干一事来说吧 他查出了 整个事件背后的策划人 就是李世民的智囊 杜如慧他书杜燕 陪三鼓动李源追查下去 查查还查什么查 查明白了又如何 大郎筹备盔甲 是为了防备二郎 二郎时刻注意东宫 抓住巴饼就赏告 都有 置对方于死地的心 这哪像是轻骨肉啊 这李源终归是个明白人 他必须设法解决这个矛盾 但问题是他接下来的做法 俩儿子太子和秦王会买他的账吗